7月10日,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紫金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指出,香港在回归前后都没有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一向在学校推动国民教育的工作,都被别有用心的人和传媒大肆污名化,并借此破坏学生对于国家的观念和认同,遗憾甚深。 林郑月娥强调,培育经少年的爱国情怀,是政府、教育界、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 林郑月娥强调的社会政治情况,刻意地误导青少年对国家的认识,模糊他们的国民身份,甚至激化了他们的思想,鼓吹他们进行极端的行为。 竟然因如此,我们更要携手合作,理直气壮地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借以纠正青少年的价值观。 林郑月娥向香港教育界呼吁,要加强引导,着力推行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让我们谨记,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也在青年,让我们培育香港青年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股正能量。 此次论坛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大型高峰论坛,旨在提高香港社会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提升香港青少年的爱国精神,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让香港爱国爱港传统心火相传。